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无法接受 竟然有基督徒有资格 能够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发出 消灭敌人 他们认为 既然世上没有基督徒有资格施行如此大的审判 这样 杀死地球四分之一人的灰马 亦都不可能是基督徒 然而 跑马地马场是椭圆形 代表Kronos和灰马 旁边的墳墙 即是代表巨瓶座的尾巴 阴间这一火星 两者合一 就变成神话的飞马 所以 香港的地标 就是要解释灰马 会杀死地上四分之一人 虽然 现在即使是石安教会 亦都没有资格施行这一种审判 但是 假如我们能够时空穿梭 就能够有这一种资格 当 2012 荣耀盼望信息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被提 返回13000年前 甚至更早的时间 推动并监察世上的科技发展 人民发展 亲自建造不同的古文物 以及所有共同信息的建筑物 并且于背后推动石黄完成所有任务 直到今天 现时 我们与时空穿梭的身父 处于同一个时空 他们正是等待我们离开 回到历史 等到我们被提的一刻开始 他们就会出现施行四马审判 成为神的念刀 收割野葡萄的使者 他们是13000年后的我们 从敌史中再回来 所以有着审判万国的资格 电影《回到未来》 和《The Walk》 就是讲及这个故事 启示录亦提及 七年大灾难之后 主耶稣会与千万圣者 回来施行审判 但是主耶稣回来之前 执行杀禄的 就是神的使者 和神所预备的四马 所以 我们有生之年 其实赚取了四马的拳柄 和铁像核管列国的能力 启示六十二章提及 被提的是一位刚刚出生的小孩子 但是他会回到一晚三千年前 经历整个人类历史之后 以成人的姿态回来 毁灭这个世界 虽然他们是人类 但是也有资格审判七年大灾难 拥有克洛洛斯的能力 就是那位自古以来 首针廉刀的死神代表 而克洛洛斯的形象 正是一匹飞马 加上一条尾巴 于总结感染部分 亦华牧师分析 神以历史成为柱某 去铸造一群新妇 同样 四马和四印也是一个柱某 假如没有天上王道十二宫 启示六 四印和四马的柱某 就不会有2012荣耀怕亡信息 因为分享的时候 内容都是一天都没有偏差 所以 这些信息的内容就成为柱某 证明我们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就如福岛核涉事件 主日信息当年前已经警告 但是过了几年 现在媒体才不断报道辐射超标 而福岛核电厂的外形 正正是一个静立方体Cube 当明白资格的概念 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主耶稣和新药 都不断提醒过去二千年的基督徒 要为末世而活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 有什么办法赚取冤末世审判世界的资格呢? 答案就是为末世而活 这是辛苦必须具备的条件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将末世信息分享得完全 将智慧完全解通 神就会让我们成为辛苦 将这个拳柄设给我们 然而 历代历世这二千年的教会时期 亦有部分人是辛苦 他们必然与我们一样 努力分享末世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女王 会于末后起来審判世界的原因 现时 世上最详细分享和预备末世的教会 就是石安教会 因此 我们能够赚得最大的资格 甚至无依人 亦是在我们避体之后 因为听我们的信息 而能够审判这个世代 所以 我们就是无依人的师傅 今星期 亦华牧师会继续以达文方式 分享上部星图讯息